哈囉大家好,我是零爸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小米手玩6 那今天我拿到的這個是 小米手玩6的大禮包 那我也不知道你們有什麼 待會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那這一次小米手玩6啊 它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它多了血氧偵測 那到底準不準呢? 那其實我也在臉書上發了預告 然後問大家 想要測小米手玩6的什麼項目 那結果問題非常踴躍 那待會我們就一個一個 來針對網友的問題 然後來解答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小米手玩6 它裡面到底有什麼 這個大禮包啊 裡面有一個小米手玩6的包裝 這次一樣是黑色的 跟小米手玩5的包裝長得很像 表面蠻大的 那這一次它附了8色的錶帶 那小米有多送我一個 藍色的錶帶 毛巾 小米的運動毛巾 那之前小米其實有重新設計LOGO 那它就用這個小米的LOGO 然後來做視力測驗 0.1到0.5 背著這個環保袋啊 你遠遠的就可以讓 路過的民眾來對你的包包 來做視力測驗 接下來我們來開箱小米手玩6 好,小米手玩6 好,6的本體在這邊打開來看一下 好,小米手玩6的配件就長這樣 那就是它的外包裝 然後小米手玩6的本體 然後充電器 這是採用磁吸充電的 沒了 那原廠附的這一個是黑色的錶帶 然後它的錶帶是跟以前一樣 是用這樣扣的穿進去 扣的 然後這個米粒啊 一樣可以拆下來 然後旁邊這一圈比以前厚一點點 可以這樣直接拆裝 那我們直接換上藍色的來看看 換上這個藍色的錶帶 這個藍色的包裝質感很好 哇,裝上藍色的好像更好看一點 嗯,不錯 藍色的比較好 好,我們現在來開箱小米手玩6 那小米手玩6啊 其實在台灣上市有點晚了 那網路上也蠻多人開箱的 那我手上這一款是台灣市售版 那台版是沒有NFC的 它的售價是1095元 那從外觀上面來看 小米手玩6升級了幾個部分 第一,它的螢幕可視面積變大 它採用AMOLED面板 螢幕來到1.56吋 那從小米運動APP裡面 可以選擇各種的錶盤 那種類非常多 有柯南啊 有福音戰士、海綿寶寶、初音 還有一大堆動畫 以它的錶盤的IP來說 算是非常有誠意 Android跟iOS 我發現它在這個錶盤的種類上面 會有差別 第二,它加入今年最紅的血氧偵測功能 那只要往上滑動 就可以看到各種選項模式可以選擇 包含心率、血氧、睡眠、壓力、運動 那比較可惜的是 血氧屬於單次檢測 而不是連續檢測 那你必須手動按才會有數據 那測量的時候必須表面朝上 而且必須要靜止 那測量的時候大概是30秒鐘 那準不準呢 我直接來跟Garmin比較一下 那我目前是坐在沙巴上 然後靜止的狀態 那Garmin是測到100% 那小米是測到96% 第三,它有30種的運動模式 那小米的運動生活啊 我覺得是各家手環手錶裡面最細緻的 那點進去運動模式 你可以看到包含戶外跑 跑步機、健走、戶外單車、室內單車、 划船機、橢圓機、游泳、瑜伽、跳繩啊 自由訓練、甚至連Tabata、體操、核心訓練 它都有 而且它不只是用簡單的 心率加時間去計算卡路里 像跳繩喔 它還可以計算跳幾下 這個連Garmin都沒有的計算次數功能 那你也可以設定運動目標 看你是要以時間為基準 比如說跳30分鐘 或者是你想要跳3000下 或者是你想要消耗300卡路里 那如果你是選擇跑步的運動的話 它還多了配速來當目標 在運動方面 我覺得小米手環6 唯一可惜的就是它沒有內建GPS 所有的路徑都必須要靠手機的GPS 來幫你做記錄 那它有內建運動的置中識別 那有時候你出門騎車啊 或者是走路 忘了開運動模式 它也會主動幫你去記錄 這一次的續航力跟之前一樣都是14天 兩週充電一次我覺得非常夠用 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像壓力檢測 PAI 呼吸訓練 那些功能我就不要講 好 我們再來回覆網友的10個問題 第一個它跟小米手環5比起來如何 要換嗎 好 這是小米手環5 這是小米手環6 我覺得5跟6比起來 它的表面不會差很多 可是跟小米手環4就會差蠻多的 那我覺得隔代升級會比較有感 那這一次說真的只是多了血氧偵測 而且還是手動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手環沒有壞 那就不用換 第二個網友問的是 錶帶可以通用嗎 那5的錶帶可以裝到6 那4也可以裝到6 5 6的錶帶都可以互換 所以如果你在5的時候買了一些錶帶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換過去 不過新的錶帶其實也不貴 那換新的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再來是第三個 睡眠它可以自動偵測血氧嗎 不會 它只有手動 全部都是手動 你要測就去按手錶就對了 那第一次網友問的是 有台灣顯示嗎 有AOD嗎 那台灣顯示就是你拿起來就亮 小米手環6在設定裡面 有台灣顯示跟觸摸跟滑動顯示 有這幾種 那看這幾種哪一種你比較不會誤觸 台灣的反應時間可以制定 螢幕休眠的時間也可以最長設定10秒在熄滅 不過它沒有AOD 就是沒有全時顯示 那第五是網友問能夠當準門禁卡嗎 好 不行 台版的沒有NFC 那如果是悠遊卡的部分 我其實有建議台灣小米 找第三方的錶帶廠商來合作 那看他們要不要考慮看看 那第六 訊息通知有表情符號嗎 那我實際測試用臉書的FBmessage 然後來傳這個表情符號 有部分是可以 常用的比如說像按讚 按愛心 這些都是可以正常顯示 可是比較特殊的一些符號 像這些就會比較沒有 那傳貼圖就是完全不會顯示 好 第七 可以測一下跑步的血氧嗎 好 OK 那我就出門跑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到戶外 那因為今天剛好是碰到颱風天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這邊跑一下 大概跑個5分鐘 10分鐘就好 那把心率拉高 看一下血氧的變化程度 那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同時帶著小米手環6 跟Garmin的Venue 2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當下的血氧 好 兩邊都百分之百 現在的數值是一致的 好 那我就開始跑吧 好 我跑回來了 那來看一下現在的數據 OK 這邊有沒有寫步數 沒有 跨步場 它還會計算這個爬坡下降 也就是說它有坡度計 平均心率162 這邊平均心率166 最高心率183 然後路徑也有記錄 路徑也有記錄 路徑時間 然後距離 基本上都數據都差不多 然後步屏也有記錄 好 這個是跑步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血氧 我剛跑步回來 大概隔了一分鐘去測這個血氧 這邊小米手環6測到的是100 這邊測到的是99 原則上數據也是差不多 好 這個是跑步10分鐘的前後血氧的變化 的實測 OK 你看我真是真的跑 滿頭大汗 再來一次網友問 聽說帶在娃娃上面也測得到心跳 好 我這邊直接拿一個 我兒子睡覺抱的娃娃來測試一下 那結果如何呢 我同時就把小米手環6跟小米手環5 套在娃娃上面 在測量的結果 它同時都會出現測量失敗 不過它並不是每一次都失敗 偶爾會有幾次 它還是會測量到心率 那只能說小米它打的是安全牌 那你看我前面有用Garmin 然後去跑步 然後去測心率 心率啊血氧啊 其實跟Garmin的數值都非常的接近 那我覺得小米的準確度是有的 一般的情況它都還蠻準 那它走的是安全路線 即使測不到 它也會給你一個保守數據 我真的是非常推薦小米手環6 它戴著很舒服 可以全天候佩戴 睡覺不離身 14天的續航力真的是非常強 偵測的數據基本上都還算準 那我個人覺得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血氧要手動按 那我個人是希望小米手環6 未來可以進行軟體升級 那我希望是可以設定排程 自動測量血氧 一天就讓它自動測個三次 那如果剛好正在動的話 它也會排程到後面 然後去幫我補測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關於小米手環6啊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